着西乡举行摄尔季活动 其实布农族的摄尔季本来是在五月份左右要举行的 但今年呢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连到现在才举办 不过还是很热闹 着西乡111年摄尔季 明枪仪式特别明25枪 摇记大分事件 妥惜有惨案中殉难的族人 以及过去对着西乡跟布农族群有功的族人 各村族人并分别展演布农族开墾 播种收获摄尔季跟传统碎石记忆的歌谣文化 玛哈摄尔季亚马斯坦马斯坦 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都早上坐在这里 不断地在传承 不断地把中青还有少 小朋友也带出来 让我们的文化要继续地传承下去 继续不断地生根 而且要进到部落 围棋一天活动也特别安排传统竞技比赛 岛米比赛各队四名选手出赛 五分钟内完成去梗筛米去康作业 结束后已经细度重量跟时间来评分 还有呢我们是以前是老人家一直叫我们打这个 早上晚上就要是晚上打还是早上 以前从小孩子就去学校 回来就是爸爸妈妈去教我们就打这个米 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聚木头比赛各队八名选手出赛 第一位从起跑点到作业区聚完一节木头之后 折返回起点再交给下一位学手接替 采计时的方式来进行 设计是布农组整年度最盛大的祭典 传统成年男性族人必须在祭典前上山打猎 把猎物耳朵割下挂在祭场木架或是树枝上 让全村男孩子轮流用工建设 未成年的孩童由父职辈教导学习设计 借此传承狩猎的技巧 其免他们也能跟父兄一样成为优秀的猎人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